河北老两口持死亡证明,挨个去银行寻找王子存款,银行一句话,老两口崩溃。 2022年1月,河北邯郸的一家银行前,来了两个奇怪的老人,这两个老人瘦得几乎拖了下,他们顶着冬日的寒风,迈着蹒跚的步伐,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步坚定地朝着银行走来,您好,我们想要取出儿子去世前在银行里存的钱。 两位老人拿着王子的死亡证明,不好意思地对银行工作人员说道,然而,由于他们既没有儿子的银行账户信息,又没有相关的证明文件,所以银行最终以不符合流程为由,拒绝了他们的取款要求,两位老人只好继续奔波到下一个银行,然而结果却同样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那么,两位老人最终有没有成功取出王子的存款呢? 这笔存款又到底是多大的数目,才会令两位老人这么不辞辛苦的到处奔波寻找呢? 探秘案件真相,仅在岸边风云。 这对老夫妻来自河北邯郸,家庭状况并不富裕,用家图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用句老话来形容就是穷得想叮当。 别人家门口按铁门,他们家还是栅栏门。 就连结婚式的家具都是借邻居家的,好在夫妻二人都是能吃苦的,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工作,才使得家里的情况有所好转。 不过,由于妻子身体比较虚,又常年奔波劳累,所以夫妻俩结婚很长时间后,也一直没有成功怀上孩子。 这让周围的街坊邻居们经常在背后搅舌根,毕竟在那个年代,农村的思想普遍比较封建保守。 很多人都认为,做妻子的就应该要为夫家传宗接代,小夫妻必须得生个孩子,以后才算是有着落,不然辛苦一辈子图个啥呀。 段子绝孙嘛,不过,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国家经济实力飞速上涨,人民的幸福程度也相应提高。 夫妻俩的小日子也逐渐有了起色,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妻子的身体通过多年的调养有了很大的起色。 不久之后,小夫妻就迎来了这辈子最大的喜事。 1990年,妻子生下一个白胖小子,孩子的诞生让夫妻俩高兴不已,也算是老来得子。 夫妻对于这个孩子极为重视,即便家里的经济情况困难, 但两位老人还是尽自己所能的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供孩子读书上学。 而孩子也不负所望,学习也一直名列前茅,孩子也非常懂事。 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帮夫妻二人分忧,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虽说这两位老人,在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身为农民的他们深知,教育是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就算他们的经济状况吃紧,但他们还是尽自己所能,坚持送孩子去上学。 他们只希望将来孩子能够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就不用再吃他们吃过的苦了。 然而,平淡的生活随着一个坏消息的到来,戛然而止,高强度的劳累让妻子的身体鲜呈不住了,妻子的身体本来就虚弱。 再加上没日没夜的疲劳,使妻子丧失了劳动能力,终日只能躺在床上,家里突然失去了一份经济收入。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消失,家里的状况越来越困难,丈夫不得不一天打好几份工来补贴家用。 即便如此,每个月的开销还是不够,懂事的儿子看到父亲的劳累。 母亲的病情决定狠心辍学,跟着父亲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家用,而这个决定遭到了父母的果断拒绝。 儿子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与期待继续上学,但是心里还想着要打工帮家里分忧,这也就导致了之后在上课时表现不好,经常调皮捣蛋被叫家长。 这对老夫妻只好同意儿子辍学的想法,在这之后,父亲每次出门打工都会带上儿子一起,母亲就在家里种种菜去集市上售卖,以此来补贴家用。 尽管有儿子帮忙分忧,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因为他们挣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为妻子来买药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过得虽然清贫,但日子还算是幸福安稳,转眼间,儿子就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老夫妻就想着给儿子说个媳妇,让他早日成家。 但是没人带来的不少人在看过他家的情况后都纷纷摇头,都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到这种地方来受苦。 随着儿子年岁渐长,老夫妻心里很是着急,但他们的儿子却恰恰相反,对于自己的婚事却一点都不着急,而且还经常安慰他们,没有遇到合适的说明缘分未到。 总有一天会遇到他命中注定的那个女孩,虽然儿子这样安慰父母,但是心里想的还是要赶紧努力攒钱,挣够彩礼钱才能娶到媳妇,让父母抱上孙子。 在这之后,老夫妻为儿子在家附近的一个铁厂谋得一份工作,管吃管住,并且每个月还有绩效奖金,虽说工作很累,好在工资还过得去。 此后,儿子就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此来攒彩礼钱,可就是这个想法把儿子置于万丈深渊。 二零二亿年底,儿子在一次户外高空作业时发生了意外,从高空中重重摔下。 当送到医院抢救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医生宣告抢救无效直接死亡,在老夫妻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天兜塌了,刚过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 随着这个噩耗的传来,家庭瞬间分崩离析,妻子从此一病不起,家里只靠丈夫支撑着,而铁厂儿子工作的工友也纷纷来家里,帮老两口一些力所能及的忙。 之后,铁厂的老板找到老两口表示,他们的儿子是在工作中殉职的。 所有的费用都由铁厂来赔偿,很快,铁厂老板承诺一次性赔偿,给老夫妻几十万元作为赔款,白发人送黑发人。 老夫妻心里很是伤心,在儿子的葬礼上。 铁厂儿子的工友们告诉老夫妻,儿子生前有几张银行卡。 听说里面还有些存款,试试能不能拿着儿子的死亡证明去银行看看,能不能取出来,让夫妻二人能度过一个安乐的晚年。 在办完葬礼后,老夫妻就收拾收拾儿子生前的一些资料和死亡证明,去家附近的每家银行都找找,寻找儿子生前剩下的存款。 于是,这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冬日的寒风中,银行门口出现了两个受苦临寻的老人,丈夫提着儿子生前的一些资料与死亡证明,妻子则扶着一把蓝色的椅子,与丈夫一点一点地朝着银行移动。 银行门口的保安一看到这对年龄这么大的老夫妻,赶紧跑上前去帮忙搀扶。 保安扶着两位老人便往窗口出走,想着让老夫妻优先办理业务。 但是两位老人的素质却非常高,他们不想以老卖老去插队,毕竟别人都等了那么长时间了。 两位老人摆摆手说道,我们不着急的,我们先排着队吧,让他们先办。 保安只好把他们搀扶到旁边的休息一上,说着,有什么需要,尽管叫我呀。 接着,他又去端了两杯热水给两位老人,在轮到两位老人的时候,高女士正好在换班,于是他搀扶着两位老人来到办理业务。 我的椅子上说道,两位老人家,你们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呀? 随后两位老人就从包里掏出来一大碟文件,其中有几份掉到了地上,保安健壮赶紧来帮忙捡起。 然而,当他看到手中文件上的几个大字后,他猛地愣住了,只见上面明晃晃地写着死亡证明书。 保安震惊地将文件递给了高女士,她也是愣了一下,随后问两位老人办理的什么业务。 两位老人面目窘色地回答说,不好意思姑娘,我想让你帮我查查我驱使儿子的银行账户的存款还有多少。 高女士问道,可以的,您知道您儿子的银行卡号吗?我让我同事来帮你查询一下。 两位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同事答道,这个我们不晓得,不知道银行账号是查询不到相关的信息的,不好意思老人家。 高女士为难地说道,听到这话,两位老人面目难过,长长地叹了口气,却什么也没有再说,两人艰难地起身,朝着银行门外走去,边走边对高女士和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你是准备下班的吧?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人,等着你一起吃饭呢,真是麻烦你了。 老太太对高女士说道,随即,两位老人就在保安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了银行。 看着两位老人苍凉孤寂的背影,高女士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她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想着等一会儿回到家,一定要给父亲母亲打个电话聊聊天。 而两位老人就这样从银行门口慢慢地上了三轮车,他们向保安说道,谢谢你啊,赶紧回去吧,麻烦你了。 保安说,没事,不麻烦,路上注意安全。 随即,两位老人就骑着电动三轮车回去了,等看不到两位老人的身影,保安与高女士才回去,两人回去后,保安立即找到银行经理询问。 是否可以帮两位老人查询,去世儿子的存款信息,听完保安低解释,经理表示没办法,没有银行卡号,就没有办法查询到账户信息。 这是银行的应急要求,而在两位老人这边,这个银行没有办法帮自己查询到儿子的存款信息,就找下一个银行试试看能不能查询出来。 结果,两位老人在下一家银行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没有银行卡号,无法查询出。 两位老人就这样步履蹒跚地询问一个又一个银行,垂头丧气地出了一个又一个门,终于,一则视频的出现,为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转机。 伴随着两位老人家一家一家银行的寻找机会,一则视频在网上显现。 视频中的内容正是老两口拿着死亡证明,请求银行工作人员帮忙查询王子的账户余额。 这则视频是热心网友发布的,当时与两位老人处在同一银行,因为觉得事情难得可贵。 想起来大部分网友神通广大,在网上或许能为老两口找到一些其他的办法,果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煞时间纷纷为老两口想办法,最终引起了河北邯郸银银保监分局的注意。 2022年1月24日,河北邯郸市银保监分局的工作人员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为这两位老人家开通一条绿色通道,来帮助老人家寻找去世儿子剩余存款。 当日早晨,银保监局的领导便去到两位老人的村庄询问村主任两位老人家中的情况,并把米面油等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到了老人家中。 银保监局的领导寻问老两口,是否知道儿子在哪家银行办理过业务? 两位老人都不知道,邯郸市银保监分局的工作人员又问道,那您是否知道儿子的身份正好呢? 说到这个两位老人激动了起来,身份正好我们知道,其他不了解,但是这个我们肯定可以提供的,有了身份正好。 邯郸银保监分局的领导立刻指派几名员工为老两口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将涉及到的邯郸所有银行与金融机构全部调查起来,想要尽快帮助老人查询出已故王子的账户余额。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老人家已故王子的相关信息以及账户余额。 调查显示,老两口的儿子在当地四家银行共办理五个储蓄账户,但是在查询这些银行卡的余额时,数目令人瞠目结舌,几个账户架起来竟不足三元钱。 看到这个余额树,老两口一下子哭了出来,他们哭的不是白辛苦一场没得到多少钱,而是哭儿子这短暂一生的辛苦。 自责做人,父母却让儿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老母亲更是心如刀绞,觉得都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常年吃药,才让儿子一分钱都没攒下,到死都过着结局辛苦的日子。 这三块钱太少了,少得令人不敢相信,这三块钱又太重,重得老两口无法承受,算了,这钱我们不要了。 老两口好似一下子又老了十几岁,他们的背变得更弯,步伐也变得更加蹒跚,老两口哽咽着感谢政府和好心人士的帮忙,他们说,余额多少我们并不在意,只是想了解清楚而已。 如果钱多,我们不能让儿子省钱的努力白费,钱少的话,就把钱捐给国家吧,感谢大家的热心肠,我们就先回去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非个案,亲人不幸离世后,很多家庭都会面临善后的难题,除了银行里面有存款、股票、证券、基金、商业保险和网络支付平台等,都可能有个人财产。 而这些财产又该如何处理呢?要知道,银行也有几千家,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同样不在少数,难道需要家属一家一家找,一家一家查询吗? 可以想象,面对不同的银行,需要提供不同的证件证明,还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既好时又好经历,这只会涂增烦恼,找到了还好,找不到的话,那么这些存在银行。 金融、手机支付软件中的钱又该去哪呢?难不成就让它沉睡在某个角落之中吗?百姓信赖银行,所以才会将钱存入银行。 可如果在确定存款人已故后,为什么不能让亲属在一家银行同时查询多家银行的存款呢? 邯郸银保间分局开启绿色通道的做法赢得了一致的点赞。 可毕竟老两口寻找王子存款的事情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民生情况。 既然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查询所有银行卡及余额,那么让这条绿色通道成为一种常态有何尝不可呢? 中国在日新月异。 社会也在飞速发展,万物互联的时代就应该有互联的便捷,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一些便民措施也该与时俱进,这样才能营造出一个快捷、高效、便利的社会。 老两口晚年丧子的遭遇令人悲痛,但也希望两人能够早日走出丧子之痛,积极阳光地面对新生活,祝愿老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